假设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他大概如果你看月的话 其实你可能会忘了前面那一大堆 他所呈现的情形是怎么样 所以当资料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不会用月来去看 而是用月来去看 用月来去看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向上探索 去看什么 年 好那这个是连去向下探索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选择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你看当我点一下 他就是把这是季度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 就是一年有四季 可以发现一件很特殊的情形 就是这个比例 在一年四季中是有差别的 而且是第一季最低 第四季最高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要选择在冬季出口还是冬季进口 听得懂吗 反正就是你有了这样子一些资讯之后 你才能够做比较适合的判断 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我告诉你 现在北荣急诊室有空床位10张 然后台大医院急诊室有10个人在等待要住急诊病房 一个是有10张空床位 一个是没有位置 而且还有10个人在那边等 所以你这个时候假设就是很急很重症 你会选择台大还是冬种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们就是说透过数据分析来告诉你这些资讯 然后你就要去思考 好请问一下这边第一季是不是最低 第四季是不是最高 我刚是不是只按了一个按键 听得懂吗 你用以下算得出来吗 当然算得出来 我给你一个小时 你算完还不晓得对不对 这边只要按一个按键 不就算完了 所以你说好不好 真的这个视觉化分析 其实我一直想要跟荣总急诊合作 就是说我直接让你看 及时的现在的状况 例如说病患数有多少 你应该先就那个减伤分类 如果说是一级是最严重 他现在有三位 这个时候 的一个处置的情形会是怎么样 直接透过这些资料赶快就出来 给那个医生马上知道 他应该先救谁几分钟 再救谁几分钟 你听得懂吗 这越是当危急的时候 越需要这些这个仪表板 来方便他去救人 您说这篇论文多重要 真的 那个人家中荣都已经做到不想做了 北荣还没开始 听得懂吗 但是北荣又比中荣重要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些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刚刚这边 我只是点一个按钮 如果医生他会点这个 如果说那个部长 他会点这个按钮 他一看 他居然有这样一个特色 对不对 既然有了就是一年四季 发现就是第一季最低 第四季最高 那我可不可以再点一下 可以 再点一下 他就是去看月了 季过来就是月 对吧 结果发现二月有异常 异常的那个比例是最高的 虽然这一个月 进口少 出口少 对不对 但是他的比例却是最高的 这不就值得我们来去看一下 到底对还是不对 还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是这个时候特别的高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而且到底是什么高 其实这边主要的是出口高 出口高 那有没有听过五穷六绝 那会不会是跟什么行业是有关系的 这样听得懂吗 不是 只是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用很多种那个 就是如果能够找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更好的工商的一些 就是调整分配什么之类 好 这题文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点这个叫向上探索 向上探索 然后这个叫多 多 就是我可以去看季 什么叫多向下探索呢 因为这个季度一是指各年的季度一加总起来放在这边 那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他是好像还是在一条线 一条线 第一季完毕之后 第二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然后完毕是隔一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隔一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可以吗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然后去看我们的资料 你就可以很快点找到 但记 旺记 这件事情根本就不用以下来算 好